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1918年春天,一个日本女人从上海来到了杭州 寻遍了所有的庙宇,终于在一座叫做胡跑的寺院里 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女人在寺庙门前哭得气不成声 但已经是僧人的丈夫,却连寺门都没有让她进 这位十年三十九岁的僧人,法号红一,苏名李淑童 你也许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但送别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必连天 一次歌手朴树在一档音乐节目中录制这首歌时 一曲未了早已气不成声 他说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歌,死也值得了 李淑童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作品会在将近一百年后仍然让人善然泪下 李淑童有很多个头衔 他是著名的音乐家,用五线谱作曲的第一个中国人 他是美术教育家,最早将油画带入中国的人 他是戏剧活动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 他是书法家,2017年的一次秋拍会上 一套由他抄录的四分率三返补缺形式抄 拍出了3220万元的成交价 但他却在艺术成就登峰造极之时 毅然决然地斩断红尘落发为僧 因此他也被称为是民国第一狠人 从此他后半生只剩下了一个头衔 振兴佛教律宗的红衣法师 张爱玲曾经写道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 我从来不是的 至少在红衣法师寺院围墙外面 我是如此的谦卑 红衣法师临终前曾经留下四字绝笔 但极少有人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红衣法师大起大落的人生 后半生苦修他又领悟到了什么呢 今天咱们来聊聊红衣法师的故事 1880年9月23日 李淑彤出生于天津名门望族 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弦松枝送到了产房内 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 当时李淑彤的父亲李小楼已经68岁了 生母王凤玲是李小楼的小妾 十年只有20岁 从小李淑彤虽然很得父亲疼爱 但是晚清时期大户人家里妾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作为庶子 李淑彤的身份与他同父一母的哥哥自然是无法相比的 父亲李小楼与李鸿章是光绪年间的同科进士 相当于大学同学情意颇深 李小楼也曾经一度官职吏部主事 后来辞官回去经营家业 李家祖上是做布料起家的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炎业钱庄方面都有涉足 三四百年下来家产富足 几身金门巨富之一 李淑彤出生之后 李小楼就很少再去仪太王凤玲的房间里了 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修佛经喝禅茶 李小楼信仰禅宗佛学 乐善好施 李淑彤的大娘郭氏以及长嫂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李淑彤五岁那年 父亲李小楼与世长辞 李鸿章也来参加了祭祀仪式 灵舅在家中停放了七日 众多僧人昼夜诵经 如天籁般的经文 钻进了小淑彤的耳朵里 这也许为数十年后他的出家 埋下了些许伏笔 聪慧艺人的李淑彤 学舌的时候就跟着老父亲 摇头晃脑的背诵对联了 六七岁时 公读昭明文选 朗朗成颂 八岁时书读四书五经 过目不忘 十三岁 临摹历代名家卑铁 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另一方面 二十五岁就成了寡妇的 李淑彤的生母王凤玲 在深墙大院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李淑彤看着母亲 每天低眉顺眼 谨小慎微的度日 心里很是难过 渐渐的也形成了 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 每天就是与书为伍 与话为伴 这让他十五岁时就写下了 人生有如西山日 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 生母王凤玲 很希望李淑彤 能够考取功名 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为尊孝道 李淑彤也曾经对八古文 下了很大的功夫 八古文是明清科举考试 唯一的考场文体 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古文的功力如何了 而八古文的内容枯燥难懂 试卷格式又极其严谨 文字必须写尽印好的方格之内 但文思全勇的李淑彤 总是感到意犹未尽 直短文长 于是便在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 也因此有了李双行的外号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淑彤渐渐明白 纵使他考取了功名 腐朽的晚清官场 也会束缚住他的手脚 让他无法施展报复 但是孝顺的李淑彤 无法违背母亲的训话 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科举 考场上 他发自肺腑的大胆建言 严厉的抨击了八古文的弊端 并且发出了 不费八古文则无以救国的呼吁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 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李淑彤如他预料的那般落榜了 生母王凤玲也从此知道了 儿子的真实想法 不再勉强他 李淑彤年幼时 生母为排解心中的抑郁 常常寄情于黎原 儿子自然是待在身边的 久而久之 李淑彤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 十六七岁的时候 李淑彤爱上了戏子杨翠喜 那是他第一次如痴如醉的 欣赏一位女性 他沉浸在杨翠喜 苏香软糯的唱腔里 两人互生情愫 暗自通信 豪门贵公子与苦命戏子 这样的爱情在那个年代 注定是场悲剧 李嘉很快为李淑彤 勿色了一位合适的妻子 茶叶商之女于氏 1897年 不到18岁的李淑彤 与于氏成亲 而名领杨翠喜 则数次被转手 后来陆军上将段之贵 把他送到了北京 孝敬宰镇小王爷了 那时的李淑彤 每每想起杨翠喜 都是一声叹息 烟之山上花如雪 烟之山下人如月 这首菩萨蛮 就是李淑彤 思念杨翠喜所作的情诗 1898年 清光绪24年间 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 唯心派人士 发起了唯心变法 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 改革政治教育制度 费八股 半心学 建新军 鼓励私人工商资本 以达到旧王图存的目的 一向关心国事 憧憬未来 又极其厌恶旧制度的李淑彤 对这次变法 感到非常的兴奋 他积极的鼓吹心说 并刻了一方 南海康良 十五师的印章 以表示对变法的支持 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显然损害到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 守旧派的利益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太后发动 戊戌政变 光绪帝被囚禁 康永为两启超 分别逃往法国 日本 戊戌六君子被杀 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外界开始哄传 李淑彤是康良同党 为了避祸 他带着母亲 妻子迁居上海 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 安住了下来 因为李家在上海有钱庄 李淑彤凭借着 邵东家的身份 在上海依然过得衣食无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外界一直认为 避难是李淑彤 从天津移居到上海的 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 当时天津也有五国租界 足够李淑彤藏身的 后来李淑彤的儿子 在一篇文章中披露说 我父亲当时南下 是为了脱离天津的大家庭 李淑彤最亲密的学生 风子凯也说 老师曾经深情地提到过 1898年到1905年 和母亲以及于氏 在上海生活的那六年 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于氏接连为丈夫 生下了三个儿子 长子不幸夭折 但即使是这样 于氏也没能完全留住 丈夫的心 榴莲祭馆戏院的李淑彤 后来又恋上了 李萍香 高翠娥 甚至迷上了 七尺男儿身的金娃娃 刚刚到上海不久 李淑彤就成为了 上海文化艺术圈里炙手可热的人物 当时在上海城南有个组织 叫做城南文社 每个月都有文学竞赛 李淑彤投了三次稿 三次都是第一 也因此与文社的主事 许焕元先生成了好友 后来李淑彤又结识了张小楼 蔡小香 袁锡莲 他们五人并称天涯无有 名震一时 李淑彤的师父被广为传超 有二十文章金海内之说 然而好景不长 1905年生母王凤林去世 李淑彤陷入了失去至亲的绝望当中 母亲林去世之前 曾经拉着李淑彤的手说道 我知道你一直过得都不快乐 以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吧 李淑彤带着妻儿将母亲的灵鹫 从上海运回天津安葬 李氏族人却以小妾不得入正门的规矩 把她拦在了门外 李淑彤不顾阻拦 执意进门 葬礼上李淑彤没有披麻带笑 也没有痛哭流涕 她只是安静地为母亲弹奏了一首钢琴曲 然后在天津安顿好于世和儿子们 独自踏上了复日留学之旅 到了日本 李淑彤入乡随俗 剪掉了长辫子 脱下了长衫马褂 戴上了眉角眼镜 穿上了西装皮鞋 她就独于当时日本美术界的最高学府 上野美术学校 老师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 黑田清辉 除了学习绘画之外 李淑彤还热衷于钻研音乐和作曲 同时又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6年李淑彤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第一本中国人的音乐期刊 音乐小杂志 同一年 她又和几名留学生在东京成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7年2月 为镇际淮北水灾 李淑彤和话剧社的同学们打算举行一次一演 经过商议决定上演法国作家小众马的剧目《茶花女》 剧中李淑彤反串《茶花女》一角 为了角色她特意结识了好一段时间 饿出了羊柳细腰 舞台上李淑彤把《茶花女》自伤命薄的哀怨神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末了一行青泪从脸颊上划过 舞台下的观众纷纷起力鼓掌 这场话剧当时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日本话剧导演都评论说 《丽丧的优美婉力》是日本排优都无法比拟的 1910年旅日六年的李淑彤学成归来 和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日本妻子雪子 雪子是李淑彤留学期间的油画人体模特 有些地方也把她的名字一座橙子叶子 但不管是什么子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明知道李淑彤在老家有妻室 仍然选择义无反顾的跟着李淑彤远渡重洋 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 要是放在今天 李淑彤妥妥妥的会被冠上一个渣男的名号 但是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结束之前 人们的思想比较倾向于男权主义 对于女人来说 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嫁人了 大户人家的公子哥三妻四妾很正常 只要能让妻儿衣食无忧 那就跟渣这个字半毛钱都扯不上关系 李淑彤对学子也算是情深意重了 回国之后她再也没有留恋于风月场所 和学子一起生活在上海 发起于世则一直待在家乡天津 不久后李家在天津的产业 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产 李淑彤不安经商之道 对此她也不太在乎 心想破产就破产吧 但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是 此后李淑彤需要自己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了 经人介绍 她来到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担任美术和音乐老师 浙江医师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学校 师生中都英才辈出 著名文学家夏缅尊先生 就是这里的国文教师 也是李淑彤的好友 而丰子凯 刘志平等文化名人 均就读于此 是李淑彤的得意门生 在日本留学期间 李淑彤就确立了以美书士 京士志用的教育救国理想 教书期间她创作了祖国歌 大中华等振奋人心的曲目 满腔爱国激情化作了澎湃激昂的诗句 双手裂开稀俗胆 寸金注出民权脑 男儿若论收场好 不是将军也断头 油画教学上 她是将裸体写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艺术大师刘海素先生 多年后谈到李淑彤 在开创人体写生方面的贡献时 仍然激动不已 他对李淑彤的艺术胆略非常佩服 1914年 李淑彤的挚友许幻元家到中落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书生义气的许幻元 上京向袁石凯讨公道之前 来到了李淑彤家门外 对他说道 初彤兄 我家破产了 咱们后会有期 李淑彤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 在雪地里占了好久 回屋之后奋笔疾疏 习里几代人的宋别就这样诞生了 随后的几年里 李淑彤的名望声誉日甚一日 然而就在1918年的一天 十年39岁 生名雀起的李淑彤 突然选择落发为僧 顿入空门 学子急匆匆的从上海赶来了杭州 找到了李淑彤剃度的胡跑寺 在寺庙门前哭着喊道 我要见李淑彤 让他出来见我 我是他妻子 跪了许久 通传的僧人坐医说 施主此处没有您要找的人 您请回吧 学子哭着跪倒在了胡跑寺门口 但无论他怎么求 已经剃度的红衣法师 都始终未现身 李淑彤在剃度前 曾经给学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 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 并留作纪念 人生短暂数十载 大县总是要来 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 愿你能看破 伤心欲绝的学子回日本前 终于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他们在湖边的一家素食店 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斋饭 李淑彤把曾经不离身的手表 送给了学子 并安慰他说道 你有技术 回日本也不会失业 随后起身上了船 学子含泪喊道 淑彤 船上的红衣法师却说 请叫我红衣 学子强忍住喷涌而出的泪水说 好 红衣法师 请您告诉我什么是爱 红衣回答说 爱就是慈悲 学子追问 您对世人慈悲为何独独伤我 红衣法师无言 或许当时的他 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学子的结问 随着船只的远去 学子的哭喊声 也终究淹没在了江峰里 回到日本后的学子隐姓埋名 至今也没有人再听说过他的消息 有人说他后来改嫁了 也有人说他终生为再嫁 晚年时也皈依了佛教 相比学子 红衣法师的原配于氏 似乎更了解他 红衣法师出家之前 也给家乡天津寄去了一封信 兄长李文希看了信之后 对李淑彤的发妻于氏说 你去找他劝他还俗吧 但于氏却回绝了 他说我不去了 这事您也不用管了 李淑彤抛妻妻子的做法 对于亲人而言 无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发妻于是明白 面对世俗红尘 丈夫去意已决 此时石头牛估计都拉不回来了 其实李淑彤选择剃度出家 并非一时兴起 1936年 他在厦门南普陀寺 详细讲述了他出家的前因后果 民国五年 1916年 37岁的李淑彤 患上了神经衰弱 一度悲观地认为自己命不久矣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在一本日本杂志上 看到了断食疗法 说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李淑彤决定试一试 那年冬天 他惊人介绍 来到了西湖旁边的胡跑寺 尝试断食 经过了第一周半断食 第二周全断食 指引泉水 第三周恢复饮食三个阶段 李淑彤不仅治好了 折磨自己已久的神经衰弱 还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 他将那段时间的感受 记录下来 写成了著名的断食日志 断食期间 李淑彤就住在胡跑寺方丈的楼下 他第一次内心真正对佛教 见有感悟 他说那段时间 自己的感官变得非常的灵敏 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 能悟人所不能悟到的 隐约地觉得 此时体会到的喜乐 才是生命的真乐 如果说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影响 对李淑彤日后的出家 埋下了伏笔的话 那么胡跑寺的那次断食 就是李淑彤落发的禁音 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 李淑彤发心吃素 并研习了诸如棱言经 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 家中也供起了佛像 1918年 李淑彤再次来到了胡跑寺清修 这次直接穿起了出家人的衣裳 他本来是打算住满一年之后 再正式剃度出家的 但是7月初 夏勉尊来看望他 对他说道 你既然都住在寺庙里了 又穿起了和尚的衣服 还不如直接出家算了 夏勉尊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道 他其实是非常反对李淑彤出家的 那番话也不过是讽刺他罢了 可没想到 李淑彤却认为夏勉尊是在激励自己 于是便提早结束了试住 于7月13日那天正式落发 法号红衣 出家前 红衣法师把平生的积蓄 艺术品和收藏品 全部都分给了亲友和学生 把自己的金石撰客 埋在了西湖边上的西陵映射里 把自己的油画送给了 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从此 世间少了一位艺术全才 佛门多了一位高僧 李淑彤出家仪式 在当时是属于轰动性的社会新闻 他的学生封子凯曾经这样解释 自己老师出家的动机 封子凯说 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个层次 一是物质生活 二是精神生活 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 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 灵魂生活就是信仰 人生不过就这三层楼梯 有些人比较懒就住在一楼 把自己的物质生活过好 荣华富贵孝子贤孙 这就够了 世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观都是这样的 还有些人乐意爬楼就到二楼去玩玩 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 这样的人世间也不少 即所谓的知识分子 学者 艺术家 第三类人 角力就比较大了 对二楼仍然不满足 还想再往上爬 他们满足了物质欲 满足了精神欲 还想要探究人生的究竟 他们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 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 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 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 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 宇宙的根本 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 而在封子凯眼中 老师李淑彤显然就是第三类人 李淑彤少年时 享受过富贵的物质生活 青年时享受过 丰足的艺术精神生活 在网上追求灵魂的皈依时 就只剩下宗教信仰了 这是有必然性的 只有深刻经历过红尘的人 才能够如此决绝的放弃红尘 皈依佛门之后 红依法师一开始修的是净土宗 后来改修律宗 律宗是汉传佛教十三宗之一 以研习传持戒律为主 要求修行之人的一举一动 都必须严守戒律 因此也被认为是佛门中 最难修的一宗 除了要做到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邪 不妄语 不饮酒 不打扮 不娱乐等戒律之外 还要做到过午不时 每天只能吃两餐 早晨六点钟左右吃一餐 中午十一点钟左右吃一餐 由于戒律实在是太严 数百年来几乎无人能修律宗 以至于传统断绝 是红尼法师以坚毅的意志 让律宗逐渐复兴 因此他也被称为 南山律第十一代宗师 正如他所说的爱是慈悲 红尼法师对世间一切生灵 都抱着一颗慈悲之心 他每次坐藤椅的时候 都要先把藤椅给摇一下 生怕突然坐下 会压死藤椅中间夹着的小虫子 修行中红尼法师极尽简朴 把别人对他的供养 都移做了佛教事业经费 资奉很薄 行游各地时 西藏盲鞋三衣一搏 自己挑行李 完全是一位苦心投驼 福建泉州的开元寺 是红尼法师后半生的强居之地 一次他从福建到安徽九华山传法师 途经宁波 得机会与老友夏勉尊一句 夏勉尊在红尼法师的住处 发现了一条破旧不堪的毛巾 忍不住对红尼法师说 这毛巾实在太破了 我给你换一条吧 没想到红尼法师却说 哪里还好用的 跟新的也差不多 说着便拿着这条破毛巾 去湖边洗漱了 第二天未到五时 夏勉尊和红尼法师一起用餐 摘饭是两碗素菜和一碗米饭 红尼法师吃起来津津有味 夏勉尊却抱怨说 菜除了咸味就没别的味道了 红尼法师笑着说 咸也有咸的滋味也是好的 在红尼法师看来 世间一切都值得慢慢品味 都是好的 事事接不入心 事事接在心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世人眼中 红尼法师逐渐成为了一种传奇 无数人想要见到他亲临开示 但红尼法师却尽量避开城壤 一次某地方长官来访 寺庙中的长老希望红尼法师能去见一面 红尼合掌连念阿弥陀佛 垂泪说道 师父慈悲师父慈悲 弟子出家并非为了谋衣食 妻儿均能抛弃 更何况是朋友呢 还祈求师父婉转相告 弟子抱病不便见客 我们常说 乱世道是下山救世 和尚关门避祸 但红尼法师却一生奉行 念佛不忘救国 救国必须念佛的理念 1937年10月 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 有人劝红尼法师赶紧避难 他却说 为护法顾不怕枪弹 他教育众弟子说 我们所食的是中华之素 我们所饮的是温灵之水 我们身为佛门弟子 如果不能供输国难 为世家如来长些体面 还不如一只狗子呢 狗子上能为主人守门 我们如果连这都做不到 还不知羞愧的受人供养 岂能无愧于心 在给朋友的信中 红尼法师说 时事未平之前 绝对不会离开厦门 如有必要 愿以身殉国 1942年10月 63岁的红尼法师 在泉州旧病复发 或许是觉得修行已经圆满 他拒绝治疗开始绝食 从容的交代后事 要求只穿短裤进行火化 临终前 他最后给挚友 夏勉尊 爱徒刘志平写去了一封信 信中说 君子之交 淡淡如水 华之满春 天心月圆 10月10日 红尼法师留下了 四字绝笔 悲心交集 三天后的10月13日 红尼法师沐浴更衣完毕 在泉州温邻养老院的 晚晴室内 又携而卧 神态安详的圆祭了 圆祭前 他再三叮嘱弟子 他的遗体装刊时 要在堪的四脚下 各垫上一只碗 碗中装水 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 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红尼法师火化后 留下了舍离子500多颗 可惜的是 他最终没能亲眼 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红尼法师留下的四字绝笔 成为了世人热议的焦点 在解读悲心交集的深层含义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他备受争议的笔体 相信第一次看到这幅四字绝笔的人 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 这真的是红尼法师亲笔所书吗 这般稚嫩拙虑的笔体 丝毫看不出任何书法大家的痕迹啊 红尼法师难道这是越活越回去 反谱归真了吗 甚至有人怀疑这幅遗作 是不是有人代笔而书之 然而根据相关佐证 现传式的悲心交集四字 确实是红尼法师亲笔所写 视频开头我们曾经提到 由红尼法师抄录的一份 四分率删反补缺形式抄 拍出了3220万元的天价 另外一幅红尼法师的末宝 只有简短的放下两个字 在2014年的杭州西陵拍卖会上 拍出了471万的成交价 一个字就值230多万 这样一位公认的书画级大成者 临终绝笔为何会显得如此粗浊呢 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 当时红尼法师已经气弱油丝 手腕无力 所以才把字写成了这个样子呢 但是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 即使是完全没有力气 只要提笔 其功底依旧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导致这幅四字绝笔 诡异笔体的真正原因 应该是红尼法师临终前心境的变化 纵观红尼法师一生不同阶段的书法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 随着他人生经历的改变 他书法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出家前 当他还是李叔同时 曾致力于林卫碑 书法作品游异 大刀阔斧 银钩铁画 显得个性张扬 出家后 红尼大师的书风开始转向含蓄内敛 幽默润泽风雨 到了30年代中后期 红尼大师步入晚年 修行日益圆满 字体也显得更加简洁公文 字与字之间留白较多 字形姿态看上去可爱的像小孩 但其实只是把锋芒都藏起来了 此时红尼大师的书法 处处透着明镜安详的韵味 到了临终时 悲心交集这四个字 看似稚嫩的鼻体里 藏着红尼大师一生的体悟 节字无尘气 运笔无火气 一切犹新 这正是佛教所说的观自在 这四个字也无人能模仿 因为这不是用笔写出来的 而是用空性所述 那么悲心交集这四个字 究竟有何深意呢 仔细看 我们会发现在悲心交集旁边 红尼大师还写了三个小字 建观经 观经指的是佛说观 无量寿经 描述了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 红尼法师一生都在体悟善恶因果 一生都在清除五毒心 富贵尊荣 骨肉亲朋 在他看来不过是昙花一现 皆为幻象 皆为梦境 红尼法师曾经说过 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 出家之前 他给日本妻子 学子的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 做这样的决定 非我寡情博弈 为了那更永远 更艰难的佛道历程 我必须放下一切 我放下了你 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 生命与财富 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不值得留恋的 放下二字是红尼法师 留给世人最珍贵的礼物 人生在世 我们对太多东西都存有执念 有了功名就对功名放不下了 有了金钱就对金钱放不下了 有了爱恨就对爱恨放不下了 有了贪心就对贪心放不下了 种种放不下 让我们像背着房子行走的蜗牛一样 辛苦又压抑 少欲则少凡 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但放下并不等于忘却 文学家沐昕在他的一篇散文中提到了一件事 说红尼法师元祭前不久 曾经和友人登山 在山顶有人发现红尼法师的眼神里起了变化 就问到说似有所思 红尼答曰有思 有人又问何所思 红尼曰人间是家中是 沐昕感叹说 如果红尼回答无所思 那就实在是太可怕了 因为那就是虚伪 他有如此高超的修行 才会坦率的说出 自己仍然对世间怀有难以割舍的深情 正是因为有这份深情在 红尼法师才会说出 念佛不忘救国 救国必须念佛的话 正是因为有这份深情在 元祭前 红尼法师才会悲 他悲的是众生 仍然沉溺苦海 同时他也感到心 心的是即将涅槃入祭 成就正觉 往生极乐 这也许就是悲心交集的真正含义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巫 欢迎来到东托邦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起初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但是到了战乱不止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的轮回转世 因果报应 众生平等等概念 给战乱时期 命入草戒的普通大众 带来了精神的慰藉 进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随唐时期 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 仅洛阳城内 寺庙就超过了1300座 晚唐诗人杜牧 曾写下了南朝484 多少楼台谚语中的诗句 那时佛教的地位 一度冲击了儒学的众统地位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也并非一帆风顺的 众所周知 中国历史上 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第一次发生在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时期 第二次发生在 北周武帝宇文雍时期 第三次发生在 唐武宗李延时期 第四次发生在 周世宗柴荣时期 史称三五一宗灭佛 然而主导这四次灭佛运动的帝王 在历史上都是公认的雄主 才华政绩战绩 皆可圈可点 拓跋涛北魏第三位皇帝 能文能武 宇文雍北周第三位皇帝 是个改革派的实干家 李延唐朝第十五位皇帝 一生立志中兴大唐 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削弱藩镇上 柴荣后周第二位皇帝 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商人 继位之后 展现出了优秀的治国能力 如果他能夺活几年 历史恐怕都要改写了 这些雄才大略的帝王灭佛 肯定不是一拍脑门 一抽风就决定的 他们灭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这背后的故事 公元五世纪左右 古印度加皮罗维国太子乔达摩西达多 在目睹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苦难后 依然决然放弃了王子的尊贵身份 和王公的奢华生活 走上了修行之路 并在苦修六年之后 于菩提树下顿悟创立了佛教 被后世尊称为释迦牟尼 此后释迦牟尼弘扬佛法四十五年 于八十岁时在居易纳结成 释现涅槃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涅槃之前 曾经与魔王波寻之间 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波寻对佛陀释迦牟尼说 我现在无法战胜你 但在你涅槃后 我会让我的魔子魔孙们 混入你的僧宝内 穿你的袈裟 乱缴你的经 曲解你的佛法 你入灭后 信仰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信仰我的人会越来越多 佛祖听了魔王波寻的话之后 久久沉默 随后两行热泪缓缓流了下来 释迦牟尼涅槃后 佛教因为其反对种姓歧视 终生平等整思想 在古印度颇受低种姓者的欢迎 发展迅速 吸引了大批的婆罗门教徒 改信佛教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末 十三世纪初 古印度本土佛教 被入侵的伊斯兰教所消灭 但此时佛教早已东传 在中国生根发芽 因此中国也常常被称为 是佛教的第二故乡 佛教东传 大约发生在两汉之际 陆路经西域诸国 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海陆经奔加拉湾 安达曼海 南海传至中国广东一带 东汉时期 汉明帝刘庄派遣使者 到大悦之国求取佛经 翻译出了第一部 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 并于东汉永平十一年 公元68年在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寺院 白马寺 到了南北朝时期 佛教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释迦牟尼佛在创立佛教之初 是一个无神论者 世间有两种无神论 一种是唯物的无神论 第二种就是佛教的无神论 唯物的无神论否认一切精神的独立存在 也不相信有鬼神的世界 而佛教的无神论并不是否定鬼神 而是说诸法皆由因缘所生 宇宙万物由众生的共业所成 起源于某个点 我们也终将回归这个点 佛教不认为宇宙是由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 在世界主要宗教的创立者中 也只有释迦牟尼宣称自己是普通人 其他的要么直接宣称自己就是神 要么就是宣称受到了神的启示 但释迦牟尼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他所有的领悟造诣和成就 都是归因于人类的努力和智慧 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 而一切的苦难都来自贪嗔痴 这三读从人一出生就开始伴随人的一生 人都有欲望 有所求则无所得 有求皆苦 只有放下执念才能立地成佛 六祖谈经说 佛者绝也 佛的本意是觉悟者 放下一切走上回归之路的人就是佛 佛祖虽然为我们指明了通往涅槃解脱的道路 但这条路还需要我们自己走完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是 佛法不度人 人还需自度 然而随着佛教信徒的不断增多 后世将释迦牟尼神化 也有人从信仰中嗅到了利益的味道 从此一切便变了智 公元446年3月的一天 一群士兵闯入了长安的一座佛寺 寺中僧侣悉数被捕 佛像被捣毁 金卷都复制一具 不仅仅是长安的这座寺庙 从公元446年到公元452年的6年间 上述情况几乎发生在华北地区的每一座寺庙里 这不是临散的兵匪劫掠 而是来自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旨意 招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拓跋涛选卑族人是北魏的第三位皇帝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归的孙子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的儿子 而北魏是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第一个王朝 从公元189年东汉末年开始 朝廷名存实亡 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代 此后经过了三国两进南北朝三个阶段 除了西进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其余的数百年间 天下一片割据纷乱 直到公元589年 隋朝再次完成了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显卑族建立了北魏 北州北齐等政权 南方则出现了汉族建立的南朝宋 南朝齐南朝梁 南朝臣四大王朝 南北互相对峙 公元423年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 因长期服用丹药 重度而亡 15岁的太子拓跋涛继位 登基后拓跋涛野心勃勃 锐意武功 开辟驯马基地 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 打起仗来身先士卒 来如疾风去如闪电 所向披靡 被称为草原风暴 公元424年8月 北方柔然趁北魏明元帝去世之际 欺负新继位的北魏皇帝拓跋涛年少 出动6万铁骑入赛 大军一路摧枯拉朽 很快便拿下了北魏故都圣月 都城平城告急 年仅16岁的拓跋涛 顾不上跟朝臣们商量什么 直接披上了铠甲 率领为数不多的京师进军 直接冲向了前线 两军实力悬殊 北魏军队被柔然军团团包围了50余圈 士兵们看到敌军强大军心大乱 但拓跋涛却神情自若 奋勇杀敌 将士们受到主帅的鼓舞 开始积极拼杀 柔然军前锋 备展首领见势不妙 赶紧撤退 事实上拓跋涛的军事才能 早在12岁就展现出来了 那年他远赴核桃 保卫长城 抗击柔然的入侵 一个小孩子 把边赛军务整顿的有声有色 公元439年 拓跋涛扫灭了北方十六国 结束了历史130多年的五湖十六国之乱 统一了黄河流域 在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魏虽然是由拓跋涛的爷爷建立的 但北魏统一北方却是由拓跋涛开启的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在为29年 把北魏王朝的疆域扩大到最大 东至沿海西至破拉纳 北进墨北南达长江 版图包括了大半个中国 是历史上第一位银马长江的少数民族帝王 可就是这样一位鹦鹉的帝王 在北方刚刚统一七年之后 为何会磨刀霍霍霍向和尚呢 还听我慢慢说来 长年累月的征战对国力消耗极大 战后百废待兴 恢复经济促进生产成为了首要任务 战时国家为了饲养军马大规模圈地 占据农田作为牧场 战后拓跋涛为了恢复农业 于439年下令西厨田进以赴百姓 此后还推出了一系列减免赴税 休养生息的政策 他本人是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例行简朴 史书记载说 拓跋涛不耗真理十不二位 连嫔妃们都一不奸彩 可皇帝这边勒紧自己的裤腰袋 那边却发现 佛门僧侣们因为历代的宽容政策 可以不支不耕 不从军不服役不纳税 并且拥有大量的女仆和女币 念念经拜拜佛就能有信众供养 完全是犯来张口 依来伸手的神仙生活 众多男丁为了逃避兵役 顿入空门 关键是那个时候和尚还能娶老婆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佛教不是有淫介吗 但是要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淫介 是针对你和你老婆之外的人发生关系 那叫犯了淫介 自家夫妻关起门来 那叫弘扬佛法 拓拔涛灭佛之前 北魏境内的佛寺有三万多所 僧尼数目有两百多万 当时整个北魏的人口才三千两百万 也就是说每十六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白吃白喝 不劳动还不交税的 除此之外 寺庙还大兴土木 通过香火前囤积金银 正所谓天下十分之财 佛战七八 早在公元438年 北方还未统一之前 拓拔涛就曾经下诏 凡50岁以下的沙门 一律还俗服兵役 但是效果很一般 公元444年 在信奉道教的宰相崔浩的建议下 拓拔涛下令上至王宫下至庶人 一概禁止撕养沙门 并且现期交出所有撕虐的沙门 若有隐瞒 诛灭满门 不过此时的太武帝拓拔涛 并没有灭佛 仅仅是废佛 态度手段还算是相对温和 真正让拓拔涛下定决心灭佛的契机 发生在公元445年 这一年 匈奴人盖武不堪北魏统治 聚众十余万起兵 次年 太武帝拓拔涛亲自率兵前去镇压 不料在长安的一所寺院内 竟然发现了不少兵器 怀疑沙门勾结反贼盖武 大为震怒 下令诛杀全院僧众 公元447年 拓拔涛又在长安的一所寺庙内 发现了和尚饮酒 私藏大批酿酒工具 还与贵氏女撕刑淫乱等恶行 更为夸张的是 在寺庙的密教中 含藏有武器 以及高官聚骨寄存的财物 数以万计 拓拔涛震怒 下令诛杀长安所有的沙门 崔浩借机进言灭佛 于是便有了刚才提及的 赵诛舟坑沙门毁诛佛像的照令 北魏境内的寺院塔庙 无一幸免于难 使称太武法难 直到公元452年 拓拔涛被宦官宗爱暗杀 下一任北魏皇帝 拓拔涛的孙子文成帝拓拔郡 抛弃了拓拔涛灭佛的政策 再次大兴佛法 还修建了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岗石窟 佛教在华北地区才再次兴盛起来 时间来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时期 宇文雍是北周的第三位皇帝 史称周五帝 北周刚刚建立就被全臣宇文户把持朝政 北周的前两位皇帝宇文爵宇文玉 均被全臣宇文户所杀 宇文雍和宇文爵宇文玉是一母兄弟 有了两位哥哥的前车之鉴 宇文雍韬光养晦 在宇文户手里当了12年的傀儡 表面上任其专政 暗中却在慢慢积聚力量 公元572年宇文雍见时机成熟 假意邀请宇文户喝酒 将其骗至宫中乱刀砍死 拿回十权后的宇文雍历经图治 关系民间机果 使北周政治清明 百姓生活安定 国力强盛 对于宇文雍则将目光放在了一桶北方的大叶上 自从公元534年 强盛一时的北魏王朝 一分为二 演变为东西魏之后 北方再次进入了分裂的局面 后来高家和宇文家都先后废除了东西魏的皇帝 自行称帝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宇文雍心里非常清楚 只有调动全国的力量 才能在一桶北方的战争中占据主动 然而在解决了全臣宇文户之后 他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寺院经济已经影响到了国家政权 北周时期僧侣的数量比北魏还要惊人高达300多万 而正史里面记载北周的人口只有1250万 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僧侣 这些人早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吸血虫 寺庙长期只进不出富的流油 但是当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非但不振灾 而且还趁机残吞土地 还发展出来了中国最早的典当机构四库 假借救济百姓之名发放贷款收取利息 再加上很多王公贵族都信佛 如果不加以制止一些利益熏心的和尚 就会以佛祖之名控制这些达官显贵 进而控制整个王朝 宇文雍决心压低佛教的地位 数次召集群臣明僧以及道士开会 讨论三教的优劣 预定儒教为先 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 在会上佛道两教的辩论非常的激烈 根据旭高僧传志炫传记载 志炫高僧在辩论时利挫道士张宾 周五弟宇文雍为道教护短 斥则佛教不敬 志炫高僧达道 道教之不敬由甚 宇文雍说不过和尚又恨道士不解气 干脆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诏 佛道两教一起灭 这点宇文雍可是比太武帝拓跋涛狠得多了 拓跋涛当时是重道灭佛 只抑制了佛教反而弘扬了道教 但是与拓跋涛不同的是 宇文雍不曾下令诛杀任何僧侣 只是将全国寺庙的资产全部都没收 命僧尼道士还俗 这对当时急需兵力和财力的北周王朝来说 无疑是九汉逢甘霖般的意义 公元577年 宇文雍亲自率军出征 以少胜多灭掉了北齐政权 随后又把废除佛教的政策推广到了北齐境内 他亲自到北齐的国都叶城 召集数百僧人入殿宣布废佛令 一位法号会远的和尚力声抗辩说道 陛下依靠王权 拆佛寺毁佛经破坏三宝 地狱可是不分贵贱了 难道陛下就不害怕吗 宇文雍听了之后 哈哈大笑说道 百姓得乐正何惧下地狱 公元574年到578年 四万多所寺庙被赐给王宫作为宅地 一切佛经佛像 浸毁于大火之中 史称见得灭佛 到了唐朝后期 唐武宗李延开展的灭佛运动 是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中 规模最大影响最空前的 也是唯一一次发生在国家 稳定政局中心时期的灭佛运动 随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极盛 唐朝时期的皇帝 除了唐玄宗和唐武宗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信佛 多位皇帝曾经劳民伤才 迎佛谷供奉于宫中 所谓佛谷就是舍利子的意思 是高僧元祭之后 为火化干净的遗谷 迎佛谷的皇帝 会将佛舍利请到宫中 供奉一段时间 之后再送到各大寺院 让百姓瞻仰 正所谓尚有所好 下必慎烟 帝王的荒唐举动 在唐朝掀起了一场又一场 狂热的礼佛风潮 上至王宫 贵族下至贩夫走族 无不奔走施舍 争先恐后的给寺庙送钱 这叫财布施 没钱的人粉顶烧纸 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 烫几个香疤 一步三扣 表示对佛的忠诚 这叫身布施 唐献宗时期 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 韩裕对迎佛谷仪式是深恶痛绝 认为长此一往国将不国 公元819年 唐献宗欲迎佛谷进宫 亲自供奉三天 韩裕尚书 剑迎佛谷表一文 极力劝戒 认为供奉佛谷实在是荒唐 要求将佛谷烧毁 不能让天下人再被误导下去了 这一番话 无疑是触及了唐献宗的逆临 唐献宗欲将韩裕处斩 但索性得到了多位大臣的求情 韩裕这才逃过一死 但活罪难逃 唐献宗一纸文书将韩裕贬到了八百里外的潮州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延登基 李延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阵势力 对外击败回狐 加强了中央集权 造就了会昌中兴的盛世 而李延本人崇尚道教 深恶佛教 此时唐朝全国上下已经有大中型佛教寺院将近5000座 小新庙宇四万一座 在侧登基的僧尼近30万人 寺院的奴隶达到了15万人 全国的寺院占有粮田数十万亩 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 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 僧尼们极少耕种 而是依靠农民耕种寺院的土地 以收取地租 或者是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 会称二年公元842年 唐武宗李延设斋宴 请僧人道士讲法 结束后两名道士被赐子 而佛门高僧却什么都没得到 唐朝五品以上的官服为非色 三品以上的官服为紫色 赐子就意味着未同三品大员 讲经传道之后 有一些人得到一些赏赐 这看似是一件不起眼的事 但这件事却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位皇帝不喜欢佛法 当时在中国传法的一位天竺僧人 听闻此事之后极为不满 未经召见 擅闯皇宫要求面见唐武宗 请求回归本国 天竺僧人的狂放和傲慢 在唐武宗心中 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同一年唐武宗下令 凡有违反佛教清规戒律的僧仪 必须还俗 有财产者没收 不愿意被没收者 还俗之后交两倍的税 会商三年 公元843年 唐武宗听信谣传 说有藩镇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 于是下杀杀门令 长安城中三百多名僧侣被冤杀 会商五年 公元845年 唐武宗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 拆毁寺庙4600余所 和私立僧居4万余所 这次灭佛运动也被称为会商法难 晚唐时期天下大乱 公元878年至公元884年 王先知起义的后续皇朝起义 把气数殆尽的唐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公元907年朱温篡位 废掉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唐昭宣帝李柱建立后梁 拉开了五代十国的缤纷序幕 五代十国是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之间的 几十年的历史大纷乱时期 其中五代指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和后周五个中原政权 而十国是与五代几乎同时存在的 十个相对较小的割据政权 佛教的第四次法难 正是由五代中的后周的第二位皇帝 周世宗柴荣发起的 柴荣公元954年登基 在位仅仅六年 但文能治五建功成就极高 一举扭转了唐末以来的社会颓势 史学界甚至将他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要不是他英年早逝 赵匡印和北宋可能就没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了 与之前三位皇帝不同的是 柴荣本人对佛教颇有研究 他信佛 而且承认佛教的社会价值 但是对当时风气败坏的佛教势力深感不满 他不反对信佛 但反对的是打着佛教的幌子 来做一些违背社会利益的事 五代十国的53年里 中华大地上战火不断 百姓苦不堪言 但佛教事业却比以往更加昌盛 教徒们以铸造铜像 宿今生为功德 私自销毁铜钱 自古以来中国的铜矿就不丰富 国家连铸钱的铜都没有了 但每年依然有大量的铜流入寺庙当中 公元955年后周失踪柴荣下诏 陆续关闭寺庙 严格限制出家条件 为了增加裁员 将寺院的铜像收缴 用以铸钱 有人劝阻柴荣说 陛下您也信佛 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 柴荣回答说 佛祖既然可以舍身救人于疾难 怎么会舍不得这区区铜像已救天下呢 就这样和尚还俗 解决了兵源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佛像铸钱解决了钱荒的问题 寺庙土地充公 解决了老百姓无地可耕的问题 柴荣发起的灭佛运动 在四次灭佛运动中 算是最为温和的 根据《资质通鉴》记载 柴荣总计拆毁寺庙30336所 但依然留存了2694所庙宇 《资质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对周失踪灭佛运动 也是肯定态度 他评价说 不爱己身而爱民 不以无意费有意 周失踪算得上是人暗明理之人 那么问题来了 让佛法蒙难的三五一宗 在历史上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灭佛运动 实际上也是一场 汉人士族与显卑贵贵族之间的斗争 那次佛教法难中 除了僧侣 受打击最大的 便是和僧侣集团密切相关的 显卑贵族了 崇尚道教 怂恿拓跋涛灭佛的宰相崔浩 代表的是汉人士族 他们虽然得到了表面上的胜利 但崔浩却成为了 显卑贵贵族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两股势力对抗 无论结局如何 崔浩都必死无疑 太平真军11年6月公元450年 崔浩因果始之欲被诛杀 一起被杀的 还有刚刚崛起的 汉族师大夫阶层的诸作汉族大户 崔浩临死前 太武帝拓跋涛曾经命他主修北魏国史 刚开始的时候 崔浩还是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像司马迁一样 因邪屎而获罪 但是太武帝还特意叮嘱他说 该咋血就咋血 有了这颗定心丸 再加上崔浩当时是备受恩宠 他就执笔实录 毫不隐晦 可显卑贵族看了崔浩修筑的史书 恨不得把他给撕碎 指责他暴露国恶家丑 最后太武帝出尔反尔 诛杀了崔浩满门 崔浩死后一年多 太武帝也被宦官宗爱密谋杀害 不得善终享年44岁 曾经扬言不怕下地狱的北周武帝宇文雍 在公元577年灭了北齐之后 准备罚突厥 平江南一统天下 然而公元578年5月 五路北伐大军已经集结 粮草马屁已经清点完毕之际 宇文雍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终止了北伐突厥的脚步 仅仅一个月之后 宇文雍就身患恶疾 全身糜烂而死 年仅36岁 关于宇文雍得的究竟是什么病 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 而唐武宗李延这边 在慧昌法难结束短短一年之后 便突然驾崩 年仅32岁 根据史料推测 唐武宗应该是痴迷 道教丹药中毒而亡 公元959年7月 后周世宗柴荣 在灭佛四年之后 突发疾病身亡 年仅38岁 去世之前他正在亲征弃丹的路上 关于柴荣的具体病因 史书上也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许连年的征战 早已经掏空了他的身体 一系列改革政策 又耗尽了他的心血 再加上荣一冲动 易怒的性格 身体可能早已报警 他还不自知 迷路之际 柴荣把皇宫禁军 交给了左右手赵邝印 亲手为后周选了一个掘墓人 柴荣赵邝印都是历史上的明军 但赵邝印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踩着柴荣这位巨人的肩膀 柴荣的一生虽然短暂 却有马上打天下 马下治天下的风采 在位期间南征北战 心怀一统大志 将北汉压得只剩下一座太原城 将南唐打得失去了江怀之地 还收回了燕云十六周中的三周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熙也说 如果周适宗能够多活个几十年 一定会一统中原 可能就没宋朝什么事了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柴荣莫名其妙的死亡 给后世留下了不少遗憾 相传柴荣在临死的前一天 曾经登上瓦桥关的一个高高的土岗 并且问身边的近尘说 此地何名 大神回答历史相传 为之并龙台 柴荣默默无语 当夜就病倒了 有人说主导灭佛运动的这四位皇帝 是因为得到了县世报 所以下场一个比一个凄惨 三五一宗的英年早逝 是否跟英国报应有关 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推崇佛教的帝王 也并非个个都能得到善终 南朝梁武帝消炎 信佛几乎是信出了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高度 他虽然说做了48年的皇帝 活了86岁 看似长寿 但最后还是在侯景之乱中饿死了 公元704年 武则天为祈求延年益寿 派遣使者到法门寺迎佛谷 悲剧的是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 武州王朝就发生了宫廷政变 武则天被迫退位 第二年就孤寂愤懑地离开了人世 武则天之后 其儿儿子唐忠宗李显 不仅继续迎佛谷 还和伟皇后一起以发戴身 供奉佛谷十分虔诚 然而几个月之后 李显就被自己利益熏心的妻女 伟皇后和安乐公主给堵死了 再会仅仅五年 事实上深究三五 一宗灭佛运动背后的真正原因 有百姓得乐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热血 也有本土宗教与外来信仰之间的冲突 但更多的是权力之间的博弈 中国历史上的灭佛运动 和拜占庭历史上的毁坏圣像运动 十分的相似 其本质都是为了确保皇帝 和中央政府的至高权威 不受到挑战 打击宗教势力 对国家资源的过度侵占 正因如此 今天的不少佛教高僧 也认为历史上三五一宗灭佛运动 是形势所迫 被逼无奈的 当时的佛教确实是有一点太过了 你一个出家人 你好好的修行就行了 你搞什么经济活动 要什么妙产 有的甚至敢干预政治组织叛乱 仅仅在北魏时期 就发生过沙门慧隐 沙门法秀 沙门司马慧玉和法庆之乱 等多起佛教教徒组织的叛乱 佛教一旦成为阴谋者 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 那么在斗争中成为炮灰就不奇怪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印度几近灭绝的佛教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野蛮的生长呢 仅仅是因为佛教的思想 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吗 事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统治者而言 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 不修今生修来世的学说 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减少老百姓的反抗意识 稳固统治者的权利 另一方面特殊时期 朝廷出售沙门身份证 也可以成为古代帝王的别样生才之道 这就不得不提出现在隋唐之前的 杜蝶制度了 杜蝶是古代朝廷 发放给出家人的身份凭证 上面详细记载着 僧尼的原籍 俗名 年龄 所属的寺院 出家的年月日 师父法名 并且由礼部长官 以及其他相关的官吏 联名盖印 只有拥有杜蝶这个身份证 僧尼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明确身份 才有资格享受 免除赋税摇曳的优待 杜蝶制度究竟起源于什么年代 难以确定 但因为杜蝶的发放 是与僧级登记有关的 而南北朝 已经有了严格的僧级管理 所以杜蝶的出现 应该是在随唐之前 杜蝶获取的途径有三种 第一种是通过朝廷举办的考试 官方会给考试及格的人颁发杜蝶 并且指定隶属的寺院 此时 欲出家的这个人 才可以替度为僧 凡没有获得杜蝶 而私自替度的僧尼为私度 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第二种途径 是在天子 诞辰等 极庆之日 获得皇帝的额外恩准 拿到杜蝶 说白了就是皇上一高兴 赏你的 第三种途径是纳钱换取 也就是交钱 来买来一张杜蝶 杜蝶本来是用来代表 出家人神圣身份的 但是与钱沾上了边 性质就起了变化 再加上僧尼所享受的 一系列优待 杜蝶这个身份证 就显得尤为珍贵 根据自治通鉴的记载 唐中宗时期 僧人的身份 是仅次于官员的香波波 30万买官 3万买一个僧尼杜蝶 天宝14年 公元755年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爆发了安史之乱 这段故事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 安史之乱爆发不到一年后 太子李亨继位 史称唐宿宗 开始了对叛乱的大规模镇压 这就导致军费大增 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 于是朝廷便开始 大量售卖杜蝶 赚取香水钱 根据旧堂书诉讼本纪 和佛祖统计记载 仅太原一地 10日内通过售卖杜蝶 就筹错了百万贯的军费 安史之乱评乱之后 出现了翻证割据的局面 地方军阀通过大量发放杜蝶 来搜刮钱财 获取暴力 比如说徐州节度使王志兴 在淮河岸边的四周 设置戒谈 杜人出家 利用大减价的方式 成批的出售杜蝶 人们成群 结队地度过怀河 只要几贯钱 就能够拿到一张 合法的僧尼身份 根本就不需要举行传戒仪式 到了宋代 田赋 摇曳 杂税 比唐代更为严重 但只要获得度蝶 就可以免去大部分的负担 度蝶的身价 也水涨船高 在四川地区 一张度蝶的关价是1000罐 而黑市的价格是1600罐 北宋神宗时期 自然灾害频发 为了震灾 朝廷再一次公开出售度蝶 以弥补财政亏空 除了售卖度蝶 还买卖诗号紫衣 度蝶此时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流通货币 地主权贵们买到了空明度蝶 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出家人 可是他们中间又有几个 是真正信佛的 恐怕信佛是假 想要避税隐匿财产 才是真正的目的吧 度蝶的巨大威力 还不止于此 古代对于百姓的流动 是有严格限制的 但度蝶就相当于一个 免查通行证 拿着他就可以各处通行无阻 《水浒传》中的武松杀了那么多人 仅凭一个度蝶换了个身份 就瞒天过海顺利到达了青州 鲁之身也是如此 打死了人 赵元卫给他弄了个度蝶 让他到五台山出家为僧 这才成功地躲过追捕 虽然说《水浒传》是小说 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现实 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度蝶制度 催生了庞大的寺庙经济 度蝶对于统治者来说 就像是一记财政鸦片 吸的时候很爽 等到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就只能拿佛教开刀了 如果当时中国的主流宗教 不是佛教 而是其他教 这个制度漏洞 同样会造成相似的后果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 你供奉的究竟是 释迦摩尼 还是三清老祖 又或者是圣母玛利亚 问题在于制度的漏洞 让一群别有用心的人 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 导致了社会的糜烂 电影状元苏起 而最后有一段 皇帝与苏灿之间的对话 皇帝说 你丐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散 教证怎么能安心呢 苏灿却说 丐帮有多少弟子 不是由我决定的 而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 使得国泰民安 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视频结束之前 我想聊聊信仰 我们总提及信仰 那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一生顿悟自然 追求真理 把所有觉悟到的真理 无私地传播给人类 佛祖淡泊六道三界 可如今的人们 却用金银和利益 来赎罪积德 这不是对佛陀的亵渎吗 这样的做法 与化身贪嗔痴的魔王波寻 有什么区别呢 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巫 欢迎来到东托邦 世界上很多宗教预言和靠谱一点的预言家 都曾经说过 在末日来临之时 会出现一位救世圣人 佛教预言说 这位救世圣人就是弥勒佛 基督教说他是弥赛亚 道家预言称其为子为圣人 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则是马赫迪 16世纪著名的法国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 曾在他的著作《诸世记》中也提到说 未来将有一位东方圣人 离开他的家乡越过天空海洋和冰雪 用他的神杖唤醒世人 遗故的美国预言家珍妮·狄克逊 在临终时也曾预言说 会有一位出生在中东某地的人 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把所有交战的教义和教派 统一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信仰 为地球带来和平 中国古代预言典籍 推背图 烧饼歌 马前客等等 都有对未来圣人的描述 乍听之下 感觉这未来圣人是要遍地开花呀 但事实上仔细分析后 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 那就是各个预言中所提到的圣人 似乎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好像指向了同一个人 那这就有意思了 一则预言中提到旧式圣人 还可以说他是信口开河 为何所有著名的预言中 都有关于旧式圣人的说法呢 这位圣人究竟是谁 他又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 今天咱们就来寻找传说中的旧式圣人 咱们先来说说佛教 佛教预言主要出自一本 名为佛说法灭进经的佛教典籍 常说释迦摩尼佛在涅槃前三个月 一直居住在聚一纳结果 为诸比丘诸菩萨 以及无数众生讲经说法 当时释迦摩尼佛已经推算出自己将要涅槃 所以身上的佛光也要比平时黯淡许多 他身边的侍者阿难请示佛祖说 以往在开大会讲经的时候 身上都会佛光大显 可如今为何佛光不显现 释迦摩尼佛一开始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阿难请示了三次 他于是才对众生解释道 待往涅槃之后 佛法就会像我身上的佛光一样 迎来灭尽之时 也就是佛法的末法时期 总的来说末法时期会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佛门乱象 僧保蒙尘 在这一阶段 佛道将会日以旺盛 混入佛门 并且搅乱正法 他们披着袈裟 却贪恋世俗的享乐 饮酒 吃肉 杀生 贪昧 无恶不作 没有一点点的慈悲之心 不过这一阶段 还是有真正的修行之人的 他们依然积累功德 静待众生 用一颗平等的心来教育众人 联系穷人以及老人 不自私 不自立 能够献出身心与财富 接济众生 可这样的行善之人 会被行魔道的佛教众人 嫉妒毁谤 他们会故意编造一些恶行 让行善之人 在当地无法生存下去 被众人所驱赶 此后 佛门中的魔道众人 不再修习佛法 任由寺庙空置荒芜 他们只知道贪恋财物 从不愿意去做 救济贫困的好事 为了扩大田地 不惜放火焚烧山林 为了贪图美味 杀害生灵 甚至会贩卖人口 来为他们种地干活 然而这仅仅只是 武卓恶事的开始 第二阶段 女人精进 男子泄满 世道险恶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 很少有男子在寻求佛道 只有部分有福德的女子 还在继续积功德 但此时众生 已经对佛法没有信心了 看到出家沙门时 就像看到了地上的粪土一样 与此同时 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大地变得水汗不调 庄稼很难再成熟 瘟疫之气四处横行 死亡的人 数也数不清 百姓的生活 变得异常艰难与困苦 同时还要承受 层层官员的算计和剥削 人们只知道 放纵和享乐 不再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第三阶段 人寿减短 洪水爆发 进入这一阶段后 人们会感觉 每天每月的时间都在缩短 人的寿命也会越来越短 很多人40岁就白了头 男人由于过度放纵淫欲 失掉了大量精气而短命 只能活到60岁左右 女人则稍好一些 能活到七八十岁 不久后的一天 世间会突发洪水 淹没大地 洪水褪去的日子遥遥无期 人们依然以为 这只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终生不分种类 不分贵贱 都沉溺漂浮在大水之中 被鱼鳖所食 但就像生命有回光返照一样 佛法在灭尽之前 也有一个短暂的新盛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是52年 52年之后将会进入 末法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第四阶段 经书诗传 袈裟褪色 首先消失的将是 棱岩金和波舟三昧金 随后其他三藏十二部经典 也会逐渐消失 而且永远不会再出现 不仅如此 文字也将逐渐消失 出袈裟门所穿的袈裟 变成了没有经过染色的白布 人间的一切 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只剩下了一片无尽的黑暗 释迦摩尼佛 在说完了他所遇见的未来之后 众弟子心绪悲凉 试着阿难上前恭敬的行礼后 问道 世尊 这部佛教经典该如何称呼呢 释迦摩尼佛说道 就叫法灭尽精吧 但释迦摩尼佛对于未来的预言 也不只有暗淡和黑暗 他说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末法时期之后 又过了千万年 弥勒佛会降生到人间 到了那个时候 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 瘟疫 瘴气等等 全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一年四季风调雨顺 庄家五谷 也都茁壮丰收 在弥勒佛的教法里 得到解脱的众生数不胜数 说到弥勒佛 大家首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一个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的形象 但事实上 这个大度布袋和尚 只是中国本土佛教中 弥勒佛的一个形象 确切地说 是弥勒佛的一个硬化身 五代十国以前 弥勒佛更多的是天惯弥勒的形象 佛教中有代表过去 现在未来的三世佛 最广为人知的 便是释迦摩尼佛了 世人俗称佛祖 他是现世教化众生的佛陀 佛教便是由释迦摩尼所创立的 过去佛 在汉传佛教中指的是 燃灯古佛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老师 在过去现在英国经中记载 燃灯古佛 在降生之时大放异彩 日月光辉都被遮盖住了 所以才有了燃灯佛这个名号 在我们这个婆娑世界中 释迦摩尼佛的佛法灭尽之后 来补释迦摩尼佛这个佛位的 便是弥勒佛 他也被称为是未来佛 当他降世时 人间将会出现极乐盛世 就连凶残下人的罗刹鬼 也显得十分可亲可爱 会趁大家进入梦乡后 把整个城池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一切都是受到了弥勒佛的道德感化 所以弥勒佛便是佛教中 所描述的救世主 说完了佛教 咱们再来聊聊道教 很多人认为道家是没有预言的 但事实上 中国第一预言奇书推背图 就是一本道家的预言书 由李淳峰和袁天刚合著 李淳峰是唐代著名的 天文学家 数学家 艺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道士 从小博览群书 尤其对道家学说和阴阳学说 有很深入的研究 相传他九岁时 就拜入了志元道长门下 后来惊人举荐 为李世民效力 李世民称帝后 李淳峰被命名为太史令 掌管大唐的天文历法 祭祀典礼等等 袁天刚则是一位像术大师 精通风水星象 也好钻研道家学说 推背图相传就是因为 唐太宗想要知道大唐的国运 命令袁天刚和李淳峰推演 可两个人越推演越上瘾 一推就推算到了大唐之后 两千多年的中国国运 直到袁天刚推了李淳峰一把说到 天机不可泄尽 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也是推背图的最后一项六十项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的来源 推背图四十四项是著名的 有关未来圣人的预言 称曰日月立天群音涉符 百灵来朝双语四足 宋曰 尔今中国有圣人 虽非豪杰也周成 四夷宠义称天子 匹吉太来九国春 日月立天出自于一经梨挂 梨为火意思是太阳月亮附着在天上 白骨草木附着于地上 日月的光明都附着于正道上 代指教化天下 所以日月立天这里的解读 应该是光辉普照天下 群音涉符指的是 尖小之人都因为恐惧而屈服 百灵来朝出自于岳府诗集 百灵显仰德千年一圣人 书成紫薇洞 律定凤凰逊 百灵圣人紫薇 几个关键词都出现在了岳府诗集里 这里的百灵指的是百姓 百灵来朝则有万民归心之意 双语四足放在百灵来朝之后 应该提供的是有关圣人的线索 四十四项的颂约则点明了 未来将会出现一位旧式领袖 带领大家进入崭新的时代 这一项对应的卦是未记卦 砍下离上 离为火 砍为水 象征着未完成之意 充满着发展的可能性 说明了新时代 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局面 对推背图和一惊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回看我这几期视频 古代道家的战星术 以北斗七星为重 而北斗七星中 又以北斗紫薇星 也就是北极星为核星 紫薇星便是岛树之主 万星都围绕着他转 占据宇宙最尊贵的位置 古人以北极星为中心 将星空分为了三个部分 紫薇园 太薇园和天势园 位于星空正中心的部分 便是紫薇园 相传这里是天地的居所 所以道家的旧式圣人 就被称为是紫薇圣人 推背图四十七项 趁曰 言武修文 紫薇星明 匹夫有则 一言为君 点明了紫薇圣人 并不提倡利用武力来修缮文明 而是用他的思想来使世人蛰伏 颂约无王无帝定乾坤 来自田间第一人 也说明了紫薇圣人 不称王也不称帝 不会利用权利来统治天下 说完了佛教和道教 咱们来聊聊基督教 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旧式主 都是弥赛亚 但是两个宗教 对于弥赛亚理解的分歧 构成了这两个宗教 分道扬镳的关键 众所周知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两种宗教分享着同一部启示经典 圣经的旧约 在圣经预言的那期视频中 我们曾经提到过 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写成的 称为旧约 主要内容包括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 人类起源发展 以及预言救世主将来到人间 耶稣基督降生之后 写成的被称为是新约 记载了耶稣基督的事迹 公元初期教会的发展 以及对于后世的启示 旧约中预言 未来将会出现一位背负着十字架的救世主 弥赛亚 带领万民走出困境 弥赛亚是英文单词 Messiah的汉语音译 而Messiah一词来自于西伯来语中的Messiah 在西伯来语中最初的意思是受高者 该词源自于圣经时代 犹太人的一种加冕礼仪 当祭司 国王或者是先知接受职位时 额头上要被抹上膏油 代表此人是上帝所选 上帝的神性将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基督教的核心观点是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的救世主弥赛亚 基督一词是受高者 也就是弥赛亚在希腊语中的说法 耶稣的降生传道受难复活 标志着上帝 以其幻化成肉身的神子的死亡 来输人世间的罪过 但是犹太教却否认了 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说法 他们认为记录耶稣世纪的新约是伪造的 而真正的救世主弥赛亚 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大部分基督教徒都认为 根据圣经旧约和新约的启示 耶稣一共会有两次降临 第一次卑微 第二次荣耀 第一次降临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 第二次降临将会发生在末日审判之时 届时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战争的硝烟充斥着世界各地 人类死伤无数 耶稣会身穿白衣 头戴冠冕 驾云而降 结束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带领人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永恒的世界 基督教徒们认为 耶稣第一次降临 在完成生恩工作之后 只是暂时升到了天上去 第二次降临后 则会永远留在人间 伊斯兰教重要法典之一的圣训中 曾经预言 在世间遭受巨大骚乱和苦难之后 会出现一位末日领袖 他的名字叫做马赫迪 他额宽鼻高 将在世间确立正义与公平 根除邪恶与腐败 他有驾驭风与大地的能力 届时将五谷风登 牛羊成群 马赫迪会引领一次世界性的革命 整顿伊斯兰内部的分歧 复兴信仰 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马赫迪一次的原意是导师 引人上正道的人 事实上 犹太教与基督教预言中的弥赛亚 佛教预言中的弥勒 以及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马赫迪 都是源自于密特拉一词 而道家预言中的紫微圣人 被认为在佛教中对应的就是未来佛弥勒佛 透明诸葛亮的著名预言书《武侯百年记》中说到 这三句话结合起来也暗指弥勒佛和紫微圣人 实则是同一位救世主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 然而在三大宗教风行之前 还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古代宗教信仰 对三大宗教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它就是密特拉教 密特拉教主要崇拜密特拉神 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达到鼎盛 相传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上古雅利安人兴起了密特拉教 后来他们沿着多瑙河向西挺进 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现在的意大利 并慢慢地把密特拉崇拜 在罗马帝国时期发扬光大 甚至有几届罗马皇帝都是密特拉教的信徒 直到公元313年 罗马均是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诏书 此后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精神支柱 其他异教大肆遭到迫害 密特拉教也就慢慢地消失了 早期原始社会信奉多神论 没有一个唯一的造物主的概念 后来在众神之中 逐渐发展出来了一位主神 密特拉神象征着太阳 被敬拜为太阳神 它是较早的具有 伊神论萌芽的宗教崇拜 密特拉的原意是契约 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中 人类需要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的灵 定立契约 因此密特拉也被认为是契约之神 三大宗教中的救世主信仰 便是源自于密特拉神崇拜 代表着神与人类定下了契约 将会在人类面临危难时下凡救世 让人类过上幸福的生活 密特拉 弥赛亚 弥勒 马赫迪 这些单词在拼写上的相似绝非偶然 弥勒佛早期的形象中 有一个标志性的物品 净瓶 有学者提出这实际上是高油瓶 代表的正是基督教中救世主 弥赛亚受高者的身份 后来后世俄传 被错当成了盛水的净瓶 深究后我们不难发现 道家 佛家 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等所等待的救世主 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虽然不同宗教 对这位救世主的描述都有所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是 他是一位思想先知 并非某一个国家的君主 他是靠理论 而非靠帝国来成就天下的 他的出现会将人们的思想水平 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 思想是超越了国界的 无国则天下一家 那么这位救世圣人 究竟会在何时出现呢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4章36节中说到 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简单的来说就是 就是基督何时会再临 没人知道 不过佛教中对于未来佛 弥勒佛出现的时刻 却给出了一些线索 不少佛教典籍中都提到 悠坛婆罗花开放之时 便是弥勒佛下世普渡众生之日 幽坛婆罗花传说是三千年开一次的仙界极品之花 花形如中 色泽雪白 锦细如丝 芳香极美 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远远看去似有祥瑞之气缭绕 最神奇的是 幽坛婆罗花无论在哪里都能生长 在佛像 钢管 玻璃 植物塑料上都能开花 似乎并不遵循一般的植物生长规律 有新闻报导声称 1997年 韩国经济到一家寺院的方丈 在庙内的金铜如来像的胸前 发现了24朵悠坛婆罗花 后来韩国媒体又相继报道了一些 其他寺庙里有奇花开放 让不少佛教信徒们惊喜万分 接下来的几年里 中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洲 美国等世界各地 都传出了悠坛婆罗花开放的消息 很多人都认为弥勒佛已经下世度人 但也有不少人说 这所谓世界各地所开放的悠坛婆罗花 都是草灵虫的卵 而如今我们距离弥勒佛下世 还有很远 根据佛经记载 弥勒佛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当时名为阿易多 比释迦摩尼佛要更早涅槃 阿易多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庭 后来出家成为佛教弟子 释迦摩尼佛预言 阿易多涅槃后将上升兜率天宫 在那里演说佛法四千年 此后从兜率天宫下世 成为弥勒佛普度众生 兜率天宫一天相当于人间四百年 按照一年三百六十天估算 弥勒佛将在兜率天宫上 待上五亿七千六百万年 弥勒上升经中更是说到 五十六亿万岁 而乃下生严福提 佛教中的严福提 指的就是我们的人间世界 这段话也就是说 弥勒菩萨升天后 需要经过五十六亿万年的悠久岁月 才能再次下生人间 不过这里的亿万 并非今天的计量单位 古时候的亿万 只相当于今天的千万 五十六亿万年 也就是今天的五亿六千万年 不过不管怎么说 五亿多年 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日子 说到这儿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发现了 各大宗教中 关于救世主的预言 总是和世界末日的灾难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包括西亚北非 小亚西亚 两河流域 埃及在建的广大地区 继辉煌的苏美尔文明之后 一直被不同的蚂蚁所侵略 一种对于未来救世主的信仰 悄然盛行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会存在一个神 来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希望 承诺在未来一定会带来幸福 面对苦难时 总是需要一种信仰 来支撑我们坚持下去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 而是用来承载苦难的 真正的救世圣人 可能就在你我心中 心中有爱 万教归一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那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